巴黎车展比亚迪曝光惊人一幕 海市07刚上市就彻底卖疯了 法国人感叹 比奔之宝马强太多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10月14日 巴黎展览中心再次一声会 约50个汽车品牌参加本届巴黎车展 数量上远超2022年的上一届展览 巴黎车展起源于1898年的国际汽车沙轮回 是世界商历史最悠久的车展 自1976年后逢双年秋季开展 今年是第90届 巴黎车展是与德国国际车展 日内瓦车展 北美车展合同经车展 其名的世界五大车展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电动化成为了本届车展的关键 全球多家汽车制造商级中 推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新款 电动汽车引发广泛关注 这其中 中国汽车品牌作为汽车电动化转型的引领者 更是强势登陆了本届巴黎车展 在新能源转型大背景下 中国车企成为了本届车展上备受瞩目的焦点 从中国车企积极参与2024巴黎车展可以看出 欧盟加称高额关税举措 并不能阻挡中国车企布决欧洲市场的决心 中国车企正在强势进军欧洲市场 这一点在巴黎车展就可以看出 10月14日2024年 法国巴黎国际车展在巴黎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正式开幕 比亚迪协多款车型亮相 并举行比亚迪海诗071D上市发布会 不料海诗07刚上市就车底卖疯了 法国人感叹 这辆要比奔驰宝马强太多 海诗071D在欧洲的首秀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消费者的关注 这款新车及运动性能 时尚设计 尖端技术 宽敞座舱级智能驾驶于一身 其丰富的配置和动担的设计十分稳和欧洲市场 对运动型家用车在实用性和环保性上的双重追求 比亚迪海诗07的设计语言 与动属于海洋家族的海豹和送帕相似 它与海豹相比 主要区别是更时尚的外观设计 更大的车身和轿跑式的车尾 当然车头造型也不太一样 采用双一行车头大增和宽大的岛峰槽 内饰看起来也更精致 配备大尺寸悬浮中控屏以及内嵌式全液晶仪表盘 比亚迪海诗07轴距为2930毫米 在中国海诗07提供单电机以及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供选择 单电机提供170千瓦230千瓦两种功率 双电机四驱板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30千瓦 单电机板续航分别为550公里和610公里 四驱板则搭载300千瓦时电子组 续航550公里和所有电动汽车一样 比亚迪也在海诗07上使用其专有的刀片电池 集横跨整个电池组宽度的超大LLP电池 海诗07使用集成度特别高的电池到车身变体 电池组的盖子也是乘客电池的地板 比亚迪表示 这辆车采用高强度蜂窝状力结构提高了安全性 而使用电池组作为结构部件也有助于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扭转刚度 但比亚迪在新闻稿中也没有提到能量密度 能量含量或续航里程 他只说这款电动汽车的充电容量高达230千瓦 比亚迪网站至少提到了高达91.3千瓦时的能量含量 然而 电池到车身结构和紧凑的刀片电池不仅对驾驶很重要 对设计也很重要 有了这些技术 地板对于这种高续航里程的电动汽车来说相对较薄 尽管车顶线条很倾斜 但仍留有足够的头部空间 比亚迪表示 并且海狮07的身高式ACV设计有助于提供出色的座舱空间和实用性 使其特别受欧洲客户的侵懒 对于欧洲版海狮07 比亚迪已确认在其最强大的版本中 海狮07将采用带有智能扭矩分配系统的全轮驱动 该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打滑的风险 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仅需4.5秒 最高时速可达215公里每小时 至于充电方面 海狮07采用所谓的双枪技术 集成了两个充电端口 使充电水平提高了一倍 起标准功瑞为240千瓦 应该会升至500千瓦左右 并且电质容量可能升级到91.3千瓦 据悉 欧洲版海狮江和特斯拉等纯电SE在海外展开竞争 相比特斯拉 比亚迪海狮07缺乏的饰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海狮07想在欧洲市场有所作为 需要提升的饰品牌知名度 品牌形象 产品设计本土化 欧洲消费者的审美观念和用车需求 与中国市场有所不同 充电设施的适配 还有就是提升续航里程与能源效率 与竞品相比 海狮07的续航表现并不突出 欧洲消费者对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有较高的要求 尤其是在长途旅行方面 因此 比亚迪需要进一步优化电质技术 提高电质能量密度 降低车辆的能耗 增加续航里程 以满足欧洲消费者的需求 海狮07EV的设计由比亚迪设计总监沃尔夫刚艾格轻力打造 采用了海洋系列的美学语言 配备双翼行旋服式车灯和与海浪起伏相互应的深交曲线 兼顾活力和优雅 首批车辆预计在今年年底交付给欧洲客户 除海狮07EV外 此次车展还展出了首次亮相法国的仰望 由巴赫广受欢迎的海豹 欧洲观众还可以体验海豚 比亚迪原帕斯和首款上是欧洲的混动车型送帕斯DM 埃及其搭载的超级混动技术 比亚迪欧洲汽车销售事业部总经理书有星表示 2022年 比亚迪协三款车在巴黎车展首次亮相欧洲 近两年后 我们就推出了八款车型工消费者选择 比亚迪始终从本地市场的需求出发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广受欧洲客户喜爱的高性能而喜遇 海誓071 这款车型的推出不仅为欧洲消费者增添全新的纯电出行选择 更代表比亚迪深耕欧洲市场的承诺 新车型在竞争中有多大的吸引力 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价格 不过 比亚迪只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发布这些车型 这应该会在未来两周内实现 因为海誓令期将于10月在法国接受订购 比亚迪计划今年进行首次交付 两年间 比亚迪已成功进入欧洲20多个国家级地区 推出了涵盖先备车 轿车 BGV等多种车型 以丰富的产品举阵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其中原帕斯海豚 海豹 唐一V 宋一V和宋帕斯荣获欧盟五星安全认证 被受欧洲消费者认可 发布会上 比亚迪集团副总裁李柯还透露了比亚迪成功的 深层秘诀 比亚迪拥有10.2万名研发人员 研发投入高达55亿美元 这一点 其他品牌很难达到 据了解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冠军 今年来比亚迪大力拓展海外市场 2023年 比亚迪乘用车出口销量24.3万辆 同比增长337% 今年上半年 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销量160.7万辆 同比增长28.8% 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车企 其中海外销量超20.3万辆 同比增长173.8% 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目前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已变及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 400多个城市 除泰国外 比亚迪还在巴西 匈牙利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设有乘用车生产基地 可以看到的是 2024年比亚迪的出海战略正不断加速 7月4日 比亚迪在泰国洛用福举型泰国工厂竣工计第8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限仪式 标志着比亚迪开启全球化新篇章 比亚迪泰国工厂从开工到头产力时仅16个月 年产能约15万辆包含整车四大工艺和零部件工厂 与此同时 比亚迪也成为全球首架达成第8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限的车企 海豚作为下限车型在泰国工厂亮相 截至目前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全球95个国家及地区 9月 比亚迪宣布第9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限 成为全球首个达此成就的车企 未来 比亚迪将继续秉持技术为王 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 深化全球化和本土化战略 以可持续的出行解决方案促进交通绿色转型 助力为地球降温一摄氏度 自主车企出海为必经之路 经历国内市场激烈竞争验证后的车型 在产品力 性价比等方面对于合资车均具有明显优势 参考日系发展之路 天时地利缺一不可 自主车企正可借助电动化 智能化的浪潮 从中国走向世界 从整车出口走向海外建厂 真正实现自主崛起 本地建厂进一步提升西欧和北欧市场中 系品牌新能源份额 欧洲地区新能源发展较早 中系品牌乘用车凭借高性价比和技术优势打开市场 尽管欧盟加征返补贴关税 但随着中国车企本地建厂计划推进 海外注册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